不到一坪的小小空間 竟然開架是198萬的天價數字 這個地方是在萬華的 舉光爐巷弄裡頭 不到一坪的違建 現在在求售 我們就帶您看看 在這屋子裡頭 其實空間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狹小 在這裡頭有什麼呢 一張木板床 而且你要洗澡的話 你還要去附近找公廁 上廁所同樣感覺也是 但是附近的生活機能 感覺上還滿不錯的 可是他們這邊的街道 就是比較老舊 而且沒有權壯 也沒有辦法貸款 算一算 他的租金投報率 大概是1.2% 而且目前是以月租 2000塊錢 租給一位中風的老人家 但是網友看到這個價格 都說實在誇張 陰暗老舊的小巷堆滿雜物 在萬華臉書社團 有間位在舉光路巷弄的 違建在求售 值才0.9坪的空間 近開架198萬天價 房仲說是超低總價 跌破眾人眼鏡 狹小的空間 幾乎只容得下我一個人通行 而根據房仲看出的照片 屋內的空間也是同樣的擁擠 甚至連廁所都沒有 如果想要使用的話 還得到外面的公厕 看看室內空間 只能容下一張木板床 旁邊還有一個臥床便盆 牆上掛著簡陋電風扇和燈 房屋目前已每月2000元 租給一位中風的老人家 超過三年 一平板就是198萬 算也蠻貴的 今天在這邊 居住房間生活很便利 就是該有的都有 有火車站 捷運站 大眾運輸 果菜市場 青年公園 你想得出來的都有 缺點只是房子比較老舊 街道比較老舊而已 雖說機能好 但畢竟建物沒有權壯 沒保障 就算繼續出租 換算租金投報率 也才1.2% 而且無法貸款 專家直言 如果真的要買 可能只能讀讀看 未來有改建價值 因為萬華區附近 都是老舊房子 如果說今天有建商 他要整合這個都根 或者是合建的時候 那他就確實有這個效益在 他可以賣土地 賣房房仲則說 屋主有資金需求 才決定賣房 只是0.9坪為建 賣到198萬天價 已經刷新 網友三觀 東森財經新聞 忠一瑞徐珍 台北報導